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淘汰的人认为谁最聪明呢 应该是沈玉琳哥 我觉得应该是玉琳哥吧 我也觉得是玉琳哥 我觉得玉琳哥很聪明耶 我觉得玉琳哥 我觉得他超聪明的 我觉得是玉琳哥耶 果然沈玉琳是公认最聪明的人 那他自己怎么看呢 最聪明我刚刚安装观察了很久 看来看去我发现一个人 就是我本人 因为我觉得其他人好像都不是我的对手 信心满满的玉琳哥 将在明天有惊人表现 A啦 A 真名 因为智大是人的一个行为嘛 对啊 我是看玉琳哥的表情 我都觉得真的好 他比较疼疼的人 都收破完的下笔入有声 他的声音很有力量 玉琳哥我第一次对你有敬佩的感觉 玉琳哥是我的一个石标 这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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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录什么 你都是那个主题的达人 很优秀的一个制作人 只有这一位 神大制作人 都是玉琳 在Pando 玉琳变得很多 最红的制作人 要搞成血型 哇 什么不一样了 啊 不一样了 沈教授我讲的吗 是 就是 对不起 那我原本是 读书破万卷就是这种调调的 小时候功课好啊 所以你得到的是 茶字典大赛的冠军 而且连续三年 我在我们水上 相比忘了我从小到大 我才会说 你是水上之光啊 联考完以后 我心里面的感觉 觉得我应该会上 聽说这个校园里面 还有柯妮的名字是不是 学校 然后第一名毕业上面 就有名字 你柯名字没怎么样 校园现在有我的纪念同像 你们充满了纳闷对不对 我真的会爱上她 昨天心目中出现了一个偶像 谁 就是我们的玉琳哥 玉琳哥 谁是最聪明 他最聪明 他真的好厉害喔 不敢不敢 玉琳哥是最聪明的 玉琳哥超聪明的 可是克凡自认自己也很聪明 你觉得那谁最聪明 演艺圈最厉害的应该还是玉琳哥 没有没有没有 不过有一位进到我们这个 最后一个阶段 我相信他是跟着师父跑的 你所有题目都跟着你师父 沈玉琳跑的吧 对 我都跟着我生命中的光明灯走的 那我也蛮好奇 玉琳哥自己觉得 谁是最聪明的 等一下 怎么样 这个一定要铺陈 是吗 好 我讲客观 因为我讲话最中肯的 我想很久 最聪明的 我觉得还是我 谁不是最聪明的艺人 本次有许多高学历的艺人 来挑战 但纪念值破表的资深艺人 也将全力出局 一百个艺人 其实跟没有艺人 是没有两样的 因为呢 本人呢 以一党百 史上最大规模的艺术比赛 在此揭开训误 我们现场呢 有一百位的艺人 都有签到了吗 这个同意书签完了 就是我们会放几条狼狗会去追 第78条 对 来我们狼狗请出列 如果不是咬得很严重 不需要住院的呢 现场可以缝的呢 我们请小护士出列 你会缝吗 对 没有办法 我还是要跟着大哥走啊 有一种比赛啊 你知道对方是光明灯喔 对 也许她是幸运的 你就跟着她跑了 最聪明在那边啊 沈玉玲 今天最聪明的都在这里了 福禄寿三星君 对 这一天很简单 我来发问 只是暖身题喔 你觉得观众认为你是艺人的 请站A区 不是的 请站B区 即使 来 佳琪好 你不认为观众认为你是艺人 我觉得我只是比较红的素人 叫红的素人 素人 我不算艺人 因为我比较像是助理 对 就是都在节目当助理 所以还不能算是个艺人 她要再进步 我知道了 这段新努力是很辛苦 也有制作人啊 也有制作人从后台 你说沈玉玲嘛 对 那这位小妹妹 我是玉童 你演过什么戏 没有 也是有当过节目的助理 你往那边站好不好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新东方的方又欣 沈玉玲大哥 卵身体结束 现在进入正式比赛 请问 哪一种气体的排放 被大气伤害较大 A 牛放屁 B 汽车排气 到底是牛放屁 被大气伤害较大 还是汽车排气影响较声 选择牛放屁的 由沈玉玲 张克帆为首的资深艺人 我真的讲专业的 这个汽车的废气就是一氧化碳 牛的屁主要成分是甲腕 甲腕 甲腕真的还是暖化的杀手 嗯 当年田丹復国就是绑一对牛 那是烧牛尾巴 是烧牛尾巴 是烧牛尾巴 还是回去那一面一面食就好了 我居然沦落到 第一题就淘汰 超丢脸的 火动 由三位台大生被淘汰 而是这题真的有难度 吃火 冷水和热水 哪种叫能快速灭火 火为什么会燃烧 是因为氧气的关系 对 那冷水的含氧量比较高 热水因为分子已经游离了 所以那含氧量就比较低 你让火不要存在涵养的环境 它自动就会灭掉 我也常常演讲 本人出了一本半自传的书 叫做人人都爱滷肉饭 滷肉饭表示我做节目的理念 亲切 平易近乃 哇 第一题 你看100个艺人 就已经淘汰43个 这么多 这43个呢 不乏有高学历的 有台大的 有师大的 还有教育学院的 不过中间有一位很多人 都跟着他跑 是喔 这个人看不出来蛮厉害 平常上节目 大家对他呢 很会讲笑话 他是学校上课很厉害吗 不知道 要问问看 因为看他程度还不错 过去制作节目 不知道怎么样走到歪路去的 那就是11号的沈玉玲 来 面具拿 哈囉 能站在这里真是倍感荣幸 你不要那么客气 你什么学校毕业的 我世青 世青广播电视 还行 还行 世青之光啊 不是 那天我看很多人跟着你跑 跟着你跑的 我就一个人跑 我奇怪 我就觉得压力好沉重 是啊 十几个人纠缠着我 欸 这个第一题 你看牛放屁大家都猜不到吧 對啊 尤其諷刺的是 有一个Lydia 她是台大受衣系的 台大受衣系的人竟然连牛放屁 会影响地球暖化 她都还搞不清楚 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你是会忘记 或是根本就是没有真正的好学 有的知识是要看电视来的 像牛放屁那一题 我答对是因为 好像两个礼拜前吧 电视上有专题报导过这个事情 对 可是 你现在讲的是头头是道 可是我那天看你感觉好像 赶快跑错遍 跟你先回家 因为她反正答错一题 答对一题 她就是赚了通告费要回去 没想到她往错的方向走的是对的 对 你心态制作的人我太了解 对 30位剩最后一位了 走到最后一集的时候 一定是沈玉琳 其实我们不用浪费时间 直接颁奖好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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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全力以赴 是 来这里就是要得第一名 是是 你们等一下注意观察 我跟你講她面 她面具还没拿下来 对对对 其实她戴了面具大家也认得出 还是认得出来 拿下来吧 但是这样你就张克法 不要再装了 不是不是 为什么那个CAMERA 3 一下就抓到我 你要觉得值得庆幸就是说 看到你戴了面具还认出你 没有有的人会认错我 会认成 因为我们头发不多的人 只能留中把戏 你知道吗 那头发给克帆很大的创伤啊 他前女友跟他分手 只讲了一句感言 是 他说克帆 嗯 我把爱情留给爱情海 你却把头发留给地中海 我把爱情留在爱情海 你却把你的头发 留给地中海 我把爱情留在爱情海 我把爱情留在爱情海 你却把你的头发 可能11点就来了 是 那么早来干嘛 选好位置啊 你看梅花座 周围都是女的 玉林哥讲的最 那有的新人上不了节目 没错 因为呢面具拿下都不知道谁 26号 麻烦你把面具拿下来 还是戴上去好了 一样 像你 你旁边处这个妹 沈云你旁边这个妹 麻烦面具拿下来我看 哎呦 各位 拿下来会吓死人 吓死人 1 2 3 我追他也是唱广岛之恋 我有问你吗 那天跑题的时候 还一直跟着跑 对啊 不是 他是他老婆 他当然要 我知道啊 要不然呢 他跟着张克帆跑还得了 对 继续看条 经过第一个头戴 还有写恭喜人 请出提 请问 濕火石 用冷水和热水 哪种就能快速突免火石 A 冷水 B 热水 到底在用冷水还是热水呢 选择热水呢 不仅有艺人的光灯 沈玉玲 温度是火燃烧以后的结果 他们一直以为说降温降温降温 降温没有用火 为什么会燃烧 是因为氧气的关系 对 那冷水的含氧量比较高 热水因为分子已经游离了 所以那含氧量就比较低 你让火不要存在涵养的环境 它自动就会灭掉 没错 站不站成 站成 听完沈玉玲晶忌的解说 相信H的识人脸已经绿浪 正确解答 冰热水 呢 惩罚真的很没人性 也超恐怖的 很严 你看 你 输了比赛还要惩罚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是臺灣女孩 你們三个都跑一起啊 对 一起跟着玉琳哥跑了 一起跟着玉琳哥 你是跟着玉琳跑 我們本來是想要跟玉琳哥打招呼 我想說玉琳哥 玉琳哥就跑過去了 到底還有哪位聰明藝人 這個6號戴著面具 因為他的帽子就特徵了 對不對 很少藝人會像他這樣戴 除了周杰英就他了 可能是李炳輝 請繼續看下去 感謝熱情參與被淘汰的49位藝人 對於今天的比賽 你們有話想說嗎 其實我知道我只要跟著玉琳哥 我就會一路撒到最後 可是我悟在過程當中 把焦糖哥哥的背影 認成玉琳哥 我知道他們都 終於節目喜歡什麼 歪理 就是一些我們想不到的東西 我們就是太老實了 太賊了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啊 而且我還絕對說 絕對千萬不要再第一題淘汰 實在太蠢了 殊不知 算了 不要開了 快走開了 緊張刺激的淘汰賽 讓沈玉琳也嚇到腿軟 真的假的 怎麼這麼準 沈玉琳 玉琳哥你可以了 玉琳哥 不怕 小飛你到底是開心呢 還是覺得難過 表面上是難過 但心裡很 很帥 他真的會七十點 請鎖定今天晚間十秒 從電視製作人轉型 藝人的沈玉琳 有時候我比較不開心 沈玉琳化身火鍋服務員 電視製作人轉戰 通告藝人的他 現在又身兼餐廳老闆 和好友合夥 在台北市開啟蒜牛肉火鍋店 我看一般 看藝人開副業 都幾乎倒光嘛 曾國成還在 那個過海 過海 過海響拉戲還在 憲哥還在 還在拼嘛 LED 誰會是最聰明的藝人 昨天呢有訪問到一些人 前面集體 你其實都真的 真的知道答案 還是跟人家跑 一開始有點隨波逐流 就是因為跟著那個 玉琳哥 可是因為後來 他被太多人包圍之後 我們找不到他 今天規則是問題二選一 A區或B區 任君挑選 馬上開始正式比賽 請出題 請問 為什麼蜘蛛 不會被自己所知的網黏住 A 蜘蛛的腳上有特殊的酵素 B 蜘蛛會避開會黏的蜘蛛絲 請選擇 蜘蛛 蜘蛛為什麼不會被網黏住 來選擇B的又是怎麼樣的 不管如何 一定要跟著玉琳哥 因為玉琳哥 玉琳哥就是一個活字點 剛剛斯嘉講的都對 蜘蛛 你有沒有腳還分泌酵素 笑死人 你有看過你手 你手會分泌酵素的嗎 人家是蜘蛛嗎 對啊 預生菌 對啊 怎麼可能 但是冬物其實有很多東西 他們真的是可以 沒有 這個蜘蛛本來吐的絲 就有分黏的跟不黏的 小時候我們住鄉下就知道 有的蜘蛛是碰到會黏的 有的不會黏 那蜘蛛有傻到說自己噴黏的 然後去給它黏 對 它一定要去踩那個不會黏的 你看 你這個訊息就是因為你小的時候 你小的時候知道的訊息 我從小就知道蜘蛛會吐黏的跟不黏的 B區沈玉琳 以小時候的經驗精準判斷出答案 請公布答案 B 蜘蛛會避開會黏的蜘蛛絲 恭喜B區 接下來這題要好好聽著 請出題 請問 抽血採血池 一般是從哪一種血管抽取 A 動脈 B 靜脈 第二題 選擇A的有9人 B的有26人 答案會是什麼呢 B 靜脈 B 靜脈 哇 心理哦 你看 這幾題來其實都是一個嘗試的問題 還有醫學題 不過有一位進到我們這個最後一個階段 我相信他是跟著師父跑的 那個一號小飛 來 你好 你好 瓜哥好 健身姐好 我是小飛 你所有題目都跟著你師父沈玉琳跑的吧 對 我都跟著我生命中的光明燈走的 一開始是這樣 你一直跟著師父都沒有二心嗎 沒有 因為 我跟玉琳哥看到就是演藝圈有一些 那個小弟幹掉大哥這種情形 有有有有 演藝圈有哪些小弟幹掉大哥的 在我們現場有一位大哥呢 就被有一些那個小弟的那個節目對打 我過去也跟飛哥節目對打過啊 這是合理的循環嘛 對不對 所以難怪你製作你也不可活嘛 不是 我要說你 不愧是沈玉琳 阿哥 跟著你插一刀啊 你才感覺 但是 小飛人真的很忠心 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時候 凌晨2點我要回家看他還在忙 然後小飛那個回去休息太辛苦了 萬一倒了怎麼辦 他多感人 站起來說 玉琳哥 一個小飛倒下去 還有潛心溫溫跟小飛會站起來 站起來了 真的啊 然後常常問他說 小飛你怎麼知道要下班 報告玉琳哥 小飛來上班 你沒有想過要下班 難怪黏著玉琳哥 比強力交還黏 對 你覺得啦 你在回答問題當中 你是跟人家跑還是自己選擇 我就跟著姐妹們跑 但是我昨天心目中出現了一個偶像 誰 我入行18年從來沒有偶像 只有一個偶像 這個偶像現在站在我右手邊 我很緊張 唉唷 這是我們的玉琳哥 好意思呢 你覺得 在演員圈現在看電視圈來講 誰是最聰明 他最聰明 他真的好厲害喔 不敢 真的喔 他不是瞎跑喔 我們每... 跑到那個區塊他就說 其實答案就是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還有解說的 聽起來都非常的完整 沒錯啊 我記得有一題 那個說什麼蜘蛛 為什麼不會被往年到 對 對 竟然有人笨到說去猜說 因為他那個 腳會分泌酵素 蜘蛛的腳會分泌酵素 怎麼可能 那一定就是 那一定就是蜘蛛 他知道他的絲有分黏的 跟不黏的嘛 其實他會噴兩種絲啊 嗯 對不對 絲絲有兩種 對對對 一種黏那一種不黏的 對 所以你認為是玉琳哥是最聰明 玉琳哥超聰明的 可是柯凡志認為自己也很聰明 您覺得呢 誰最聰明 我其實平常也真的很常從網路上 或者是書本上 得到很多生活的嘗試 但是我覺得目前演藝圈最厲害的 應該還是玉琳哥 因為這種 你看起來似乎不知道 A或B答案的這種題目 真的要靠自己的腦筋急轉彎 我覺得這一點 玉琳哥是目前算是 武林當中最厲害的 就算是你了 你就是樂部群了 這一集一定要錄影下來 將來告別式播的時候 不是 應該蠻有騙子的 我跟你講 入是有入啦 但是會不會剪掉就不知道 那我也蠻好奇 玉琳哥自己覺得 誰是最聰明的 好 我講客觀 因為我講話最中肯的 我想很久 最聰明的 好聰明喔 可能要誇你 你聽不下去 欸 你這句話要小心欸 聽不下去 木秀魚鱗封閉吹汁 這個他第一題就死了你就知道 我跟你講 我就很擔心 會不會我現在講完 下一集第一集 答錯 才沉住在自己喜悅的參賽者 沒想到馬上要面臨淘汰 主持人將隨機抽籤 並淘汰回答不出問題的三人 誰將被淘汰呢 還有兩位 還有 李可白 還有 真的假的 怎麼這麼準 沈玉琳 玉琳哥 玉琳哥 可以了 玉琳哥 不怕 你剛剛 怎麼會腳軟 腳不軟 腳不軟 千不該萬不該 抽到演藝圈最聰明的沈玉琳 她會在今天遭到淘汰嗎 你剛剛還說自己是最聰明的 你現在就要馬上表現 是最聰明的 沒關係 這壓力好大喔 我相信你可以的 因為這些人之所以可以站在這裡 幾乎都是跟著我跑 萬一我這邊就出局了 我們 我們要跟誰啊 我跟你講 曉飛你到底是開心的 還是覺得難過 曉飛 其實那個表面上是難過 但心裡很爽 他就是會 他就是會吸食滅足的 他隱藏很久了 好 這抽到也抽到也沒辦法 表示我們節目是非常公平的 會不會這盞光明燈就找到這裡呢 沈玉琳能躲過淘汰的命運 順利晉級嗎 來 請往前站 這個壓力真的很大耶 加油 大家 幫他加油一下 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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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們都在幫他加油 但是只有一位可以得獎 對 OK啊 所以你們在幫他加油 是幫他希望他禮拜一 看到最後就好 你就知道演藝圈也好有多虛偽 而且 我發現我老婆笑得比得都開心 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你 外妞你先走 OK 不要影響他的情緒了 請出題 請問 下列哪一個 不是中國的四大發明 可以做答了嗎 請 第一 弓箭 弓箭 對 弓箭 對 弓箭 對 或錯 好厲害 這個考運哥太簡單了 厲害 裡面有 為什麼一直站不穩 現在可以挺腰 挺腰 好 沒關係 我們看看是不是解讀錯呢 總算對我的父母有交代 是 而且他很 就是到時候 他說可以回答了嗎 你看到沒有 真的很厲害 就表示真的知道 火藥是 火藥是黃藥師 你不要瞎呼嚨我們 火藥只知道是中國人 對 那中國人是誰 四大發明之一很重要的 還有印刷呢 對 印刷那個畢生 他發明了那個火體的那個籤字 印刷術 對 還能答得出來 對 不能列為中國人獨有的發明 對 所以這題是標標準準的 靠硬實力的 謝謝 來 曉飛 對師父這個剛剛的作答 你有什麼看法 沒有 我一開始就覺得 來 恭喜沈玉玲 謝謝 也過關了 謝謝 果然是真的有實力 不是大家吹噓的 大家一起挺他 大家也有所表現 對不對 好 兩個全場藝人 公認最聰明的沈玉玲 表現依然穩健 最聰明的沈玉玲 卻會遭遇參賽以來 最大的危機 你只要踩進特努力 真的 我也要試不過三 錯三題的人 就要離開了 來 請出題 請問 站立這張專輯 還有哪項傲人的成就 好 請開始作答 一個沈玉玲老師 來 我是很具指標性 喔 所以你選D 對 你認為是聽流最多 告四百84週 因為製作單位出題目 他應該不會只是簡單的說 什麼銷售第一 什麼這一種的 應該會有精確的數字在裡面 所以他都敢講出84週出來的 對不對 對 沈玉玲就錯了 對 他不是Michael Jackson的歌迷 他不是那個喜歡的 他頂多是喜歡麵包合唱團 不是 但是我是Michael Jordan的球迷 請解答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是A喔 老師 怎麼可能 你就是喜歡麵包合唱團啊 對啊 沒想到第一題 竟有超過一半的人答錯 最聰明的沈玉玲 今天是否還沒進入狀況呢 進入第二題啦 請出題 以下何者 不是古時候 對同性戀者的別稱 沈玉玲大哥 你只有兩次機會了 這題應該不會有錯 因為不是同性戀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用人名 因為老實講 這三個人名我們一般都沒聽過 那龍陽你看 又龍又羊 同性戀呢 他以後是Dragon 就是兩個男生啊 三 兩個男生就是啊 又龍又羊的人 請解答 C啊 你看 你幹嘛 沈玉玲 怎麼可能 你兩題錯啦 兩題錯囉 老婆 這都不是我領域內的事情嘛 你看你老婆答對還有一點... 我亂猜的 亂猜 就表示你沒有作弊 你看跟著先生走不一定不... 我本來叫他照我的就對了 沒有啊 沒想到這樣反而還對 第一題開始了我就錯了 有十位來賓錯兩題 率先聽牌 一向表現穩健的沈玉玲 已經一腳踏進墳墓了 要擔心一下沈玉玲的前途 對啊 你有沒有看到前面已經懸崖 你一半隻腳在外頭了 我一隻腳踩進墳墓裡面 真的 不會啦,事不過三 接下來進入第三題了 靈靈其中的靈靈 代表的到底是什麼呢 我好緊張哦 我三次答案都跟玉玲哥一樣 你才一致穩對了啦 你才一致穩對了啦 你... 第一 你不要擔心 我情報的併明方是 O、Double O 你光聽我講Double O這麼標準 你就知道我是知道的 O Double O Double O 完蛋了 OK 對 對 他擺爛了 有這麼瞎的嗎 怎麼一百個探員 你是白癡嗎 不要錯啊 而且他為什麼一定要剛好一百個 漂亮 那為什麼你會選B 因為我是007的忠實影迷 又來了 有沒有看過有一集 007他的片名叫做License to Kill 裡面就有講到Double O了 沒錯 如果你是對的話 我們第一個要歡送就是沈玉琳 他早就該走了啊 你剛剛前面說他是最聰明 現在也知道該走 剛剛就講過了 沐秀玉琳封閉吹之 你這個站在高枝頭死 第一個就是你啊 不要 因為我早出你了 拜託 我就知道跟他沒好說 多人好 成功中學畢業的 對 那你會選什麼 如果是我會選D 就是英國情報單位的命令 對 比較合理啦 像俄羅斯是KGB對不對 對 那美國是CIA嘛 對 那是肯德基 你可以不要把我... 我名字的縮寫就KFC啊 不是 沒關係 讓他多講一點 可能馬上要離開了 你還有什麼話要交代的 你講一講 這裡死定會過的啦 我放心 從你燙那個頭髮 就是不祥的預告 我都沒穿你衣服 我穿那麼崩 真的嗎 真的嗎 請公布政節 B 殺人執照 是 他講的沒有錯 有一部建議叫 LICENSE TO KILL 對 然後叫前面這個鈴鈴 就等於是你是自由 你要殺誰什麼 就是一個秘密 政府是就赦免他就對了 對 十位藝人連錯三題遭到淘汰 被去冠軍相的沈玉琳 也慘遭淘汰 對 總共才三題啊 等到打下來發現 自己跟玉琳哥一樣 對 後尾都來不及 玉琳哥過了第一關 過不了第二關 不是 怎麼...因為今天的問題 麥可傑森 我是看麥可傑森 他講你零七問題 我平常都看那個包公案 你問我什麼 是施工案吧 不知道 你包公案也有啦 你不是公崎案啦 你不是包崎天啊 他講的是工程綁 綁標那些包公案啦 對不對 包公案 他本來當製作人時候還蠻聰明 當藝人變笨了吧 你看 國外東西我比較不了解 但是你不可能連續三題嘛 這個不是你沈大師的風格 沒有 我一個人失敗算了 我現在 從第一天比賽 其實我也是真的就是 跟著神韻林大哥跑 終於說實話 你怪我就對了 我跟你講 答對都沒有說跟誰跑 答錯的時候 我跟他跑 對啊 是真的很難啦 不過還是要怪罪玉琳哥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跟玉琳哥 那你過關的時候 一頭沒有謝謝過我 有耶 感謝在心裡 你看她 她的... 你看她老婆還蠻有主見的 現在還...你看看 對不對 你看玉琳下來的 她老婆還站在上面 可是你眼神好像要送行的感覺 我會分你兩萬塊 留八萬的話 我倒是有一句話對我老婆講 我離開沒關係 你確定 我真的 你選誰都要好 你選客帆 這就客凶啊 對啊 不行... 那江湖上我的名字叫客兄嘛 好...不行... 好 那楚兒呢 好... 哇... 對 大家都哈哈嘻嘻嘻嘻嘻嘻嘻 你看最有廉恥心就是你了 想說可以藉由節目讓家... 讓大家知道我不笨 結果... 還是... 你還是笨 好痛 會一直到這邊啊 什麼學校啊 文化大學戲劇系 還是不要... 每年戲劇的人還不知道007 你真笨啊 你是製作人還不知道007 你應該涉力要比他們廣啊 跟全國觀眾道歉一樣 深深一舉功 謝謝 中場討論 三題結束 27位參賽者中 已經有10位慘遭淘汰 令人最意外的就是沈玉琳的出局 沈玉琳走著我們就安靜多了 四題結束 七位參賽者累積達錯三題 遭到淘汰 倒飛機雅雅 在沈玉琳淘汰後 失去了光明燈 立即遭到淘汰 我們馬上進行敗部酷火賽 好 在友台擔任助理主持的新人貝貝 以甜美外型與絞好的身材 上過兩次男性知名雜誌 但平時頭腦不太靈光的他 能通過考驗嗎 請出題 請問 成語夜郎自大中的夜郎指的是 A 人名 C C C是國名 國名 我覺得是A啦 A 人名 因為自大是人的一個行為嘛 嗯 然後我是看玉琳哥的表現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 所以 所以夜郎跟五大郎是有關係的 對 所以你是人民的 對 我覺得應該是人民 夜郎自大 我們請先解答 不是假的 當然是國名夜郎自大 請 這個 貝貝,你什麼學校啊 黎明基金學院 曉飛呢 跟著師父而去了 沒有,我覺得平常是要多看電視 多讀書啦 你不要找太多藉口 一個是師父走 一個是先生 對,我壓力太大了 所以你趕快跟他 不然會罵人 對 全家人我們都走了 全家人都正我好不好 不要亂講 佳玟呢 我現在已經很有自信了對我自己 因為我都還比沈玉琳大哥 留得久 之前我真是靠他 我現在真的證明我是有腦袋的人 也證明他不在 你馬上就走了 對 玉琳哥走 我等一下想跟隨他啦 我希望哪一天像玉琳哥一樣 人不在的名字還可以留下一集 對 而賽前信心滿滿的沈玉琳 有什麼淘汰敢言啊 沒有想到呢 這個製作單位的題目呢 這麼靈活 雖然呢 這麼早就被淘汰是滿丟臉的 但老實講呢 從這次的比賽呢 其實真的學到滿多的 龍陽跟Michael那一題呢 算是我沒看清楚答案答錯 但是007 我就是真的不知道的 想到賽前這麼有自信呢 說了那麼多大話 真是滿糗的 感謝大家這麼看好我 我要先走一步了 但是 I will be back 下次十萬元一定是我的 對 那等一會兒 還要死了 很難解 你還要死了嗎